天還沒有亮隨著國旗跟國旗緩緩上升 在防疫優先的前提下 在成功國小操場彩虹跑道舉行的民國110年 基隆市元旦申請典禮 首度縮小規模沒有開放民眾參加 由市長林又昌和副議長林佩祥 一起帶領市政府局處首長和部分市議員以及工作人員參與 全部大約只有40人左右 不過市長和副議長都強調 這就是台灣民眾共同嚴守防疫規定 防疫讓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成果 2020年大家很辛苦 是一個不平靜的一年 不過台灣創造了這個世界的一個奇蹟 雖然國際疫情非常的嚴峻 但是在國內基本上維持正常的一個生活 這是無比的一個成就 我想這要感謝所有市民朋友跟國民同胞 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這個約束自己的行動 遵守中央的防疫指揮中心的防疫規定跟指引 那我們才能夠去確保整個社會能夠正常的一個運行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不過當然現在因為國際的疫情說實來是越來越嚴峻了 那特別是在美國還有歐洲都分別爆發了第二波還有第三波的這個疫情 那特別是在歐洲更是非常的嚴峻了 那這個確診數是快速的一個增加 那大家也看到這個新聞的一個報導 新變種的這個病毒 現在也正在擴散當中 那所以我們唯有更加提高警覺 不要鬆懈 才能夠確保我們已經有的防疫的一個成果 2020年遇到這個百年一進的大疫情 這個不管人家想說是武漢肺炎也好 還是新冠肺炎也好 它的存在已經讓全世界不只是商業 還有很多文化經濟面都有很大很重大的改變 雖然說台灣我們過得不錯 但是在全世界目前我知道的數字好像是確診人數已經高達4000萬人 而死亡人數也來到差不多 將近兩百萬到三百萬人 所以這個很迫切而且存在的危險 是我們全國全台灣的民眾都需要注意到的 不過在基隆我們很慶幸 到目前為止確診人數還是在個位數 而其他的這倒是說我們在基隆的防疫是做得相當成功的 所以在這邊我們市議會整體對我們市政府 還有我們所有防疫系統的好朋友是可以相當高度的肯定 隔著成功國小的圍牆 還有些民眾自動站在圍牆外面一起參加 升完旗後市長林又昌和副議長林佩祥等人 更是特地前往致意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同時感謝民眾配合防疫規定沒有讓大家進來一起參加升旗 希望大家2021年一起繼續加油 謝謝大家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